HELLO 了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高面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是選擇了高面 那紅方則是選擇了蒙古 那這張地圖是超級隨機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這個潛灘之處是可以蓋建植物的 所以你可以蓋伐木場 在這邊伐木蓋TC也可以 那蠻特別 這張地圖的野生度非常多 所以玩蒙古感覺是有一定的優勢 到處打獵瘋狂吃肉 這個經濟加成應該會蠻好的 但是出去打獵的時候 千萬要守住自己的村民 不然被抓掉也是蠻慘的 那高面這邊呢 是打一個比較算是前期打法吧 因為高面人算是比較中前期的文明 到了大後期可能會有點不太行 那高面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這個益次元農鐵 這個農鐵呢可以不用把這個肉 放到城鎮中心裡跟魔坊裡 就可以立即採收食物 所以高面人呢前期的肉量 會比其他文明稍微多一些些 但是這張蒙古人 野生動物多的情況下 可能會超越高面人也說不定了 在更前期的時候一點點 那高面人的中後期是他最強大的時候 這個農田效率是他的最高峰 就是你跟其他文明比起來的時候 他的農田採集速度是最高峰的時候 所以在城堡時代中期 或是在初期的時候 盡可能用這個農田的優勢 去打一堆落馬 不是打落馬 打這個騎士啊 然後打一堆戰毛兵啊 防守啊 然後進攻會比較好一點 那後期的高面人是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後期就算打弩炮 這個工程器很容易也會被對方的火炮給換掉 所以基本上高面人只能打這個大落馬 或是騎士還有大象 這些單位會比較適合他一點點 當然有奴炮象也是可以打 但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蒙古人 那蒙古人他的一個打法的 會比較適合封建時代打這個落馬 那到了城堡時代有清騎兵之後 繼續打落馬也可以 血量也蠻多的 但通常蒙古人會打這個草原騎兵 會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草原騎兵血量多 造價又便宜 黃金只要40,騎士是70 基本上是快要到省了騎士一倍的這個黃金價格 你出兩隻草原騎兵 再加5塊錢就可以出了 你出一隻騎士 這個差距就有點多 當然這個落量也是要獲取的多 草原騎兵才能出的多 所以蒙古人這邊有這個大量落的話 很輕而易舉的 可以爆出很多的草原騎兵 打力的部分也是要注意 表面抓掉就好了 目前看起來這場對局 我是比較看好黑拉這邊的 因為蒙古人在這樣地圖的優勢非常巨大 落雷非常多 那蒙古人的後血 會比較適合打這個馬弓系列 蒙古土技加這個大型衝車 那衝車部分還有金冠岩鑿機 可以加速 讓工程器移動速度變很快 不管他讓他打頭時車 中頭或衝車的部分 都會相當好用 好那我們就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發展 目前看起來高棉人 他這邊的打法算是蠻正常 沒有什麼太特別之處 高棉在這種隨機地圖裡面 比較好用的地方是 他的房子裡面 是可以放村民的 可以放五個人 所以在各種其他的採集點 像是你要出去打獵的時候 你可以在旁邊蓋一棟房子 隨時可以跑進去裡面防守 算是一個不錯的能力 目前看起來高棉跟黑拉這邊 兩邊蒙古跟高棉都是 蠻適合超級隨機的感覺 因為那個隨機真的是 不一定像是阿拉伯一樣 支援那麼少 有時候支援一躲的時候 村民需要去到處採集 像這個可以躲房子 然後蒙古又可以高速打獵 果然開始打獵打起來了 看看這個肉量 哇超多 這是要直層的意思嗎 那順帶一條 在游牧中途 需要一開始蓋TC的地圖之中 不管是有海游牧或無海游牧 直層都是一個不錯的打法 但是在單挑的情況下來說 封劍快攻還是可以拿到一些戰果的 單挑的情況下 那團戰來說的話 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除非敵人就是在你家旁邊了 那你打封劍 還有情有可原什麼插個劍塔之類的 但是在這種正常情況來說 兩邊都離得很遠的情況 直層來說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再來就是打封劍的話 你一定要打落嘛 打這個工兵啊都會太慢 因為你打工兵的話 你工兵出去了 對方都已經可能點城堡時代了 你工兵大概出到六七隻的時候 對方已經城堡時代 投車 弩炮一出來 或是騎士一出來 你的工兵還是會被吃掉的 所以在遊牧的情況下 我不太建議打封劍十代 那像這種單挑情況下 兩邊都距離離得很遠 就可以打一下洛馬 那果然 黑拉跟幼 兩邊都是打洛馬的情況 那這邊你看洛馬一打 哇 很多這個水可以帶回家吃 農田就可以更慢灑 可以省下更多的木頭 然後去產出更多的肉 黑拉這邊是按了幾隻長槍兵 可能還是要去防下 自己還有在外面打獵嗎 沒有了 把這個村民拉回家吃家裡附近的鹿 唉唷 這一隻村民可能要被收掉 哇 黑拉這邊直接被拿到了一殺 又這邊圍操打得不錯 直接把三隻刺頭控得很好 雖然三隻刺頭都殘血了 現在會有被追回去的問題 但這邊又也可以考慮按一隻槍兵 甚至按更多肉碼出來 他剛剛已經拿到這麼多水牛 就去吃也沒什麼問題 好 黑拉這邊點下一擊攻 那我們在之前影片有講到 騎士互打的情況下 一定要先升攻擊 絕對不能先升防禦 先升防禦會很虧的 黑拉這邊先升一擊攻是正常 那但是如果右這邊開局 是弓兵開局的話 要先升一擊防 這個差別是這樣子 這邊開始挖黃金 準備要來升到城堡時代 但這邊肉有點不太夠 對 肉...路肉還沒有吃完 吃到一半就不吃了 怕又被抓掉了 好 結果又這邊轉出了弓兵開 黑拉現在全部看在眼裡 好 你要轉弓兵 那待會他這邊可能會下個射箭場 直接撞TC 死了兩隻刺頭 尷尬了 結果這邊出現了一個蠻嚴重的死路 不應該送掉的兵卻送掉了 好 結果把四級補在了後方 射箭場沒有補 之後繼續繞來繞去 兩邊都是小打小鬧 重頭戲還是城堡時代 封建時代都是打來打去而已 好 開始在慘了 結果是打的是馬攻騎兵 哇 又這邊打馬攻 不錯 但是高兵打馬攻會有個弱點 因為如果下蒙古也打馬攻情況下 很容易就會被射爆啦 因為馬攻的部分 他是射不贏蒙古的 蒙古的馬攻是遊戲裡面射速最快的 好 這邊你看到出弓兵 直接點了一擊馬凱 稍微擋下用刺頭打馬攻 打的還是有點吃力啊 但是我一防之後 稍微可以扛下箭矢 沒有像剛剛那麼痛 直接把對方少量馬攻給壓了回去 OK 王國OK啦 這邊升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直接前線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能蓋得起來嗎 直接升青騎兵 青騎兵升完之後 這些次後血量就會大幅提升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血量總共像是520滴血喔 升到青騎兵之後 血量上限就變成784 哇靠 非常多 增加30%的血量 黑亞這邊雖然升到青騎兵 但是馬攻一直在拉打 所以一直被白嫖 人家一直射 血量一直變少而已 這裡補一個大學 要來射一下彈道學 彈道學一升好 待會就可以射比較準一點 刺猴就會比較難處理了 這邊補一個三綠 稍微補一下刺猴的血量 然後弩砲出來 克制馬攻也相當好用 那這時候已經開出第一個TC了 這個TC先開在鹿旁邊 可以先吃鹿肉 黃谷打力就是舒服 這邊彈道學點一下 稍微要補一下騎士 這個要打下奴炮 要出騎士比較好 但是後方已經在出生旅補血了 然後大尾騎士出來 砍奴炮也似乎有點危險 好 下方繼續做一個追逐 好 這時候出來一台投資車 但是騎士直接被招走 哇 以佩拉這邊手速相當快速 直接招到了 好 這邊之後互相交換 換了一隻馬攻 小賺小賺 好 青騎兵雖然很多 這邊出生旅會有點危險 但是高零這邊 要跟對方打投資車 要點救俗思想 好 這邊放下了一個TC 第三TC也慢慢偷了下來 有一點偷經濟阿 不然應該要按下工程器製造所比較好 現在要研發出來有點困難 好 兩隻生鯉 三代投車 老頭硬招 這會招到 直接滴到了 不想讓這隻騎兵變成對方的 好 後方這邊打洞看一下 新騎兵上前硬拷 馬攻數量稍微被減少了一點點 還真的是一點點 只有一隻 赤頭肯然被射爆 這就是為什麼 肉馬類 很難當成主力的原因 太龍被封箏了 這邊投車砸得不錯 直接拍到殘血 好 這邊馬攻 數量來到16隻 其實有點誇張了 這個很難擋 你看這個直接射個集火一下 就殘血了 要不是黑塔這邊有抖洞 這隻新騎兵可能也是要送掉 好 這裡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上方農田被射爆一個 可以接受 黑塔這邊的進攻沒有繼續延續下去了 反而是開始有點轉手為攻了 好 城鎮中心這邊 蓋TC的村民會被抓到 但是赤頭稍微扛一些傷害 村民趕快收村 直接反擊回去 OK 投車過來 能不能預判到一下這個位置 看一下這個美麗的畫面 炸一發 哎呀 炸到了三隻 不錯不錯 還以為他會分散炸 就是集火炸一個點 好 這邊蓋一下城門 想要讓對方馬攻沒辦法這麼隨意的進出 非常快速喔這個手術 再炸預判 但是又也是有控好自己的兵 好 這邊再想要預判一次 沒有成功 他沒有往後拉 反而是往左拉了 這邊炸一下 中了 哇 死了四隻馬攻 全部送光 右這邊損失殘重 黑拉這邊打出了逆轉勝 但是右這邊的村民術 是跟對手持平的 分數有點稍微落後一點點 我明明擊殺這麼多馬攻 分數卻還輸了 這是因為目前黑拉的軍事 並沒有很強 好 看起來又這邊 馬攻稍微打出一點優勢來 有人會說為什麼黑拉不跟著打馬攻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現在打馬攻資源很消耗很大 然後還有下射箭長生工坊 現在已經打青騎兵的情況下 沒有挖石頭去出蒙古突擊的話 其實成效來說都不會太好 至於現在我們有個影片 就是蒙古打蒙古 就是一般的蒙古打馬攻騎兵 跟蒙古突擊 最終是蒙古突擊還是打贏 所以黑拉這邊的想法 有可能是覺得現在現階段 用頭車稍微擋一下 加輕騎兵 哇這邊頭車砸得很不錯 然後先擋一下 等到城堡之後 再來轉出自己的蒙古突擊 跟對方馬攻互打 才會更有優勢一點點 當然一般其他文明來說 不用遇到馬攻的情況下 你直接出戰毛兵來擋就好 戰毛兵配一些常常兵 直接防守 或者是頭車啊 生旅 遭想下對方騎士 放下戰毛被打之類的 好這邊頭車直接大軍壓盡 砸死了又大量的村民 這邊清洗兵直接上前硬拷 現在有惡防情況下 扛箭矢能力已經變得很好了 這邊村民一直被追殺 又死了三村 目前村民差距被打得出來 91村對94村 又有這棟城堡沒蓋起來實在是太虧啦 哇 黑拉這邊反擊相當漂亮 四台頭車已經立了大功 頭車再砸一發 哇 又損失大量的馬攻 全倒剩三隻 又有這邊沒了 這一波是關鍵的決戰點 頭車來不及打 直接爆開 又有這邊全面潰敗 黑拉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好 草原騎兵稍微按了一隻 沒有很認知在按 頭車再砸 哇 這個頭車控的確實不錯 再砸一發 哎唷 又砸到一些 右邊先砸這個 這個砸 右邊砸 哎呀 這個突然卡蛋了 右邊這台也 投不出來 再砸一下 預判 這個預判不錯 黑拉這邊預判都 預判得非常漂亮 先前面衣衝過來 馬上就死在半路上了 好 那現在可以來到守住這棟城堡 絕對不能讓右這邊蓋起來 一蓋起來 這個高地會讓它很不舒服 因為可以礦到這兩塊金 兩塊礦產 不是金 石料跟金礦 好這邊砸一下 哎呀沒有砸到這邊會不會換掉了 哇果然 右這邊一個給換喔 換得有點漂亮 這邊再換應該可以打掉 Nice 右這邊完美的反殺了回去 這一波又打得不錯 但現在金石茶卷已經被打出來了 83吋對1115吋 這時候的黑拉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了 這個輕騎兵戰術打得非常漂亮 還不是用草原騎兵 如果是用草原騎兵的話 應該會打得更輕鬆一點 但黑拉可能再試一些新招之類的 不確定 好這邊投車再繼續砸 再砸 沒有砸到 後面兩隻騎士直接衝出來抓掉 OK果然還是要出騎士喔 光明就是要出騎士阿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哇這邊輕騎兵直接砍爆這些馬弓 我的天 馬弓數量太少 直接被壓著打 站A的情況下馬弓是很容易打輸的 好這邊又拉了更多村民想要直接硬蓋 最後還是蓋了起來 但還是收掉了一些村民 可以拉這邊以領先大約35吋村民術 沒有到35吋 大概在35吋 差不多 剛剛看錯了 好 哇領先35吋很多 這個經濟資源爆的有點誇張 這邊蓋齊供高地寶 待會可以直接出巨頭反制對方的城堡 又這邊城堡只能拖延時間 這邊再出更多的兵的話 可能生死帶會剩得更慢一點點 但右側又有少量輕騎兵在做騷擾 這邊騷擾還是殺到兩隻村民還不錯 好黑拉看到右邊已經被騷擾 手村起來 手兵用馬弓弓過來 黑拉會怎麼打呢 繼續按更多的輕騎兵出來 但是待會輕騎兵沒有花點大落嘛 但也沒有三級防 所以待會這個輕騎兵已經是極限了 防禦已經不能再提升了 好這邊直接一個圍城戰術 直接把自己的村民給圍起來 然後蓋一棟城堡 這邊也想要買賣一波城堡嗎 但是黑拉看到自己的資源量 其實有點不太夠 所以就算用買的話 可能也很難買起來 直接想要蓋一根劍塔 稍微射裡面村民 後方則是用騎士 喔不是用騎士 用輕騎兵來做硬打的動作 想要把這個房子砍爆 衝進去殺個一波 好這邊已經蓋到60% 左邊的馬弓也是一直被抵抗中 洛洛馬也是一直到處亂送 中間有一波單位 也是要往左邊送 已經要捲進放棄 支援右邊了 能不能蓋起來 就看裡面的村民了 不再派遣軍隊去右邊支援 好這邊最終城堡也是蓋得起來 哇 黑拉只能選擇撤退 這邊又防得很漂亮喔 這個房子爆掉之後 馬上補了兩個10槍 讓黑拉這邊沒有辦法可以打進去 好這邊左邊 左派的單位 已經在騷擾黑拉的農田處 右這邊決定要來城堡打帝王 點下了二級房 這裡不繼續硬打的話 可能會直接GG 但是黑拉這邊 洛馬還在繼續爆 沒有點下大洛馬的升級 而且還拉了一些星期幣 直接往GG的家裡 開打了起來 GG的家裡是一片空城啊 沒有任何的守軍 非常尷尬 中間巨型投資機那邊收得不錯 城堡沒有掉 中間這邊還在硬打 但是黑拉這邊農田 一直洛馬派了過來 應該是能擋下來的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啊 可以的可以的 雖然可能會損失一些村民 但至少沒有收村 只要不收村的話 這些農民喔 就可以繼續產出資源 產出更多的肉 這就是犧牲少部分的人 完成大業 這也是只有在遊戲中 才能看到的畫面 現實中卻 不要講太多 黑拉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高年點下了衝車 直接要硬衝了嗎 這個衝車主要是想要打 巨型投資機的 並不是真的要來攻城 當然如果巨型投資機拆掉之後 還有血量的話 繼續攻城也沒有問題 這個攻城是要來打右邊的 哎呀結果是要來攻城右邊 我完全猜錯了嗎 這個衝車按的其實很沒必要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來衝裝這個巨型投資機 這邊TC可以用城堡直接射掉了 你看這個衝車直接被送掉了 派了幾隻青騎兵在右邊防守 有衝車一出來 這個青騎兵就可以隨時應對 但是有派了三隻騎士過來做解救城堡動作 這邊天啊 經濟一開始復甦 說明回到126村 但是又又派了一堆肉碼 加上騎士直接硬尻 而且現在二攻二防洞已經好了 哇高明的一吹農田 威力開始展現出來 食物瘋狂跳 哇一打騎士之後就變成烏魯開了 又這邊打馬弓開 真的是 有點微妙 高明打馬弓 真的是沒有什麼好下場的感覺 哈哈哈哈 我每次看到高明打馬弓 都有點 倒吸一口氣 因為馬弓 馬弓太虛吃黃金跟木頭 然後又沒有打出自己的文明特色 這個農田採量這麼好 卻沒有打騎士 稍微還是有點可惜 但是蒙古這邊有駱駝 所以一開始高明這邊不想打 騎士原因 是有點在防範 黑拉的駱駝 所以直接打了馬弓 但馬弓騎士也是被駱駝硬打的話 硬追著打也是會被打慘的 嗯 微妙 這才知道幼兒想法是什麼 因為其實高明這個文明 很適合打這個重裝騎士 加上幾兵的組合 就騎士加步兵的一個搭配組合 因為這兩個單位呢 都是非常吃肉的 長長兵跟騎士都很吃肉 打這個組合 要搓駱駝也沒問題 剛講完你就開始在升長長兵了是不是 真的是剛講完就在升重裝長長兵了 那騎士不單是高明 像一些騎兵大國 像法蘭克阿 或是一些馬國 通常步兵科技也都是滿的 都很適合打這個騎士 配長長兵的一個組合 對抗對方駱駝 其實效果都是不差的 很可惜喔 又這邊的作戰方式 有點 算是措施良機嗎 但也是因為 黑拉這邊守得很好 不然他這個馬攻策略 確實可以讓 城堡初期 可以打到一些東西了 但是黑拉這邊防守 實在打得滿漂亮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 又這邊要拿到點甜頭 只能靠這個長長兵 加騎士才有可能 黑拉這邊要轉出一些蒙古圖技了嗎 那目前蒙古圖技的好處 就是騎士長長兵都能打 但是轉出來的資源要非常多 弓箭點完之後 還有點化學 還有點精銳升級 還有這個馬的跟蹤技術 這些都要點 但目前看起來是已經點好了 果然駱駝看到長長兵 只能選擇撤退 不敢繼續打 長長兵直接吃到TC的傷害 還有城堡 血量損失慘重 哇 剩下三隻長長兵 看來是沒者了 好 這時候來補下拇指環 黑拉這邊慢慢把自己的馬功科技 要來補齊了 哇 雖然這兩邊一直在左右互打 好忙啊 這裡黑拉動物鎖住了一點點 這隻騎士還在弄 這裡做一個包抄 看一下這個包抄 看起來不錯 當然左邊村民打出一個洞口來 讓左邊有一個空隙可以讓敵人逃跑 但是又這裡沒有空隙 選擇原地開打 黑拉這邊直接原地 把所有蛋給殲滅掉 左邊高免 金礦錯誤會有點危險 黑拉把城堡蓋了出來 蒙古的馬功開始要成型了 蒙古圖記6加3 化學還沒有點 那點完之後化學再加上精銳的話 蒙古圖記會高達12攻 傷害非常誇張 8加4 而且射速又超快 不然是打騎士打長槍兵都會非常好用 那高門要反制回去的話 只有戰毛兵跟奴炮 會比較好解一點 或者是直接打這個奴兵 奴兵現在這個階段也不太四分 好果然直接打錯了 究竟 哇黑拉看起來 轉兵策略相當成功 城堡時代轉這些騎兵科技 不管是跑速跟品種 都會銜接上帝龍時代的蒙古圖記 也不會非常脫科技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 打這個蒙古圖記 都是非常需要吃這個經濟的 科技沒辦法一瞬間就攀完 這個過程是有很大的空窗期 當然黑拉一直有在出兵防守 也去做應對的方式 並沒有讓自己有空窗期的出現 城堡的位置也是蓋得非常恰當 這跟城堡直接守住了正面以外 後面的龍天也可以稍微守住 讓正面的途徑 讓對方只能左右兩邊進攻 那黑拉這邊防守就比較簡單一點 只要往左右兩邊派兵的話 基本上對手要找到自騎士會有點困難的 當然這個也是要建立在自己的空兵很好 還有經濟很好的情況下 才可以守住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黑拉很強大的地方 我來看一下經濟 這邊居然食物是輸給了蒙古 這邊又太慘了 前期聖明書太多了 一吃點農田之後 快要到黑拉地龍時代 才灑下比較多的農田 前期都是大挖黃金跟木頭 還有一些其他資源 其實農田沒有灑那麼多 這邊經濟 黑拉這邊後面才開始補下的 看起來 我覺得最大問題應該是沒有二級農二級木吧 哈哈哈哈 而且連輪走技術都沒有點 我覺得村民術是一個原因 最重要應該是這三個技術都沒有點 二級農二級木還有手推車 都沒有點 當然黑拉也是沒有點手推車 但至少還有二級農 就代表它的木頭消耗量會比較少一點點 因為農田可以吃更久一些些 目前看起來又 這邊是殺紅了眼 所以才忘記點這些經濟科技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